约旦之旅的最后一天 在约旦的三天了 Yashimaki这一次Swa的最后一天了 我到达了约旦这边最好 最著名 最神秘的一个景区 要在这边看一看 刚刚已经开了10个多小时的Tay 才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大到真不容易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已经进去了 要开始看钱了 Tetra古城 感觉到了月亮上面 没错 我的朋友们 这锅小火之马亭 今天又不来了 今天我们又开始看线了 这个地方我已经很久很久想来 因为感觉还不错 还挺漂亮的 那么来这边也确实不是非常容易 为了来这里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就在沙漠里面 然后还买了一个我去过 进去最贵的一个门票 5是他们约旦的底纳尔 也相当于是差不多400多块钱 这边就是之前的Nabathean人的首都的一个城市 他们整个城市就从这个石头里面挖出来的 就像这里 这种就是他们以前的一个温室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里不仅很漂亮 这些石头挖在石头里面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周边都是沙漠 都是特别热的 热的要死 夏天的时候 但是这边下面的这个湖里面就非常亮快 非常舒服 然后这样走着走着就走到最著名的一个地方了 朋友们 这个就是Petla很经典的这个门 这个叫Treasury 就是以前他们会放寸他们的黄金钱 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这边人特别多 然后还有一些骑骆驼 骑马的等等 但是 马基 身体好 继续走多 现在在这里来了点小吃的 还有一个下午咖啡 终于拿到手了 喝着下午咖啡 看着这个非常漂亮的进去 可以 老门在这里也休息的挺不错的 老门在这里也休息的挺不错的 这里有好多买经验品的地方 写了一会儿 喝完咖啡 继续在这里探险了 这里还有很多可以看可以发现的地方 然后这样的一个骆驼 如果把你带一圈 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样子 他要送你20他们本地的迪纳尔 也就是差不多200多块钱一个小时 这个地方是真的不便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小 屋子小房子里面 长啥样 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个山这个石头里面的一个洞 然后他们这边挖出来了 这里还有房间 窗户 然后这个也可以进去 但是里面 特别特别臭 因为这里还有很多骆驼 拉的屎 估计他们晚上在这个里面睡觉 现在我们到市中心了 可以这么说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小房子 那边有一个我们在安满建国的 窝马剧院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更多的房子 然后这个后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 然后这边又是住宅和房子 这个挺有意思的 感觉以前的那边的人也很喜欢看剧 那你们以为这会儿就完了就没了吗 因为一旦在网上在某种视频中看到的就是刚才这几个地方 但是其实这个公园这个景区 特别特别大 我听说如果想全部看完的话 那就得花三天的时间 这个公园这个景区 总共有200多平方公里 所以说是特别特别大 如果想走完所有的地方 那都得花很长时间 当然马剧也不会看所有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走 然后更深一点再看看还有啥子漂亮的东西 哇哦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很舒服的休息区 这里有锅汁还有一些吃的 一会儿可以过来在这边吃个东西吧 先继续往前走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休息的这种小洞 坐在里面 瞅然等着客户 哦 原来他们挖出来的这些洞 还可以当停车库 挺方便的 我觉得真的太有意思了 他们的这些洞和小房子 是怎么从这个石头里面挖出来的 开始爬山 爬楼梯了 听说要爬八百多楼梯 才到最上面 还是挺累的 然后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但是很多人选择爬上去 就是走路 然后不仅是年轻人 也有很多老年人 身体真棒 成功了 最上面的地方到达了 这边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 八百多楼梯 马上一点问题 都没得 这边非常安静 这个是阿拉伯沙漠在前头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 那就是他们的资料 现在在这里坐下来了 写一会儿 成功的 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景 这边休息一下 不错 真的很漂亮 神奇 这个就是寺苗的里面 Hello 你好 不是非常大感觉 从外面看着 那么大 里面这么小 外面弄得这么大 这么大方 是真奇怪 反正今天就到这了 我的朋友们今天的视频也够长了 马开还要走路 踏山 回去 回到这个村里面 回到行车的地方 可能还要走个两三四个小时左右吧 不确定 看情况吧 越当Tetra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进区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觉得值不值得这四百块钱的门票呢 你们想不想来参观一下呢 你们可以在冰论里面跟马开说一下 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那就不要忘记点个赞 关注一下马开的账号 感谢今天大家的观看 马开有说再见 我们在下一期视频见 再见